9月5日午时20分前后,今年第11号台风海葵在福建省张州市东山县沿海登陆,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八级。 受海葵影响,福州市闽厚县、永泰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。 其中,永泰县24小时累计雨量达262毫米,突破当地1960年以来历史记录。 9月5日,记者驱车前往受灾严重的永泰县实地走访。 上午10点半,由于道路塌方,浮涌双向高速封闭,记者只能驱车经由355国道前往永泰。 一路上,随处可见塌方点,路上车辆行驶缓慢,大型机械正忙着清理路上的淤泥和石块, 沿途不少滑坡点的通信电缆岛幅,工作人员正在冒雨加紧修复。 路边那个岛下了,那个被雨水给冲刮倒了,现在在抢修那个溺钢。 这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? 就是下雨了,不好溺,不好溺钢。 泥土会收满,然后再次松刷了会倒。 受强降雨影响,位于355国道上的明后县南宇镇双农村受灾严重。 记者看到,村中不少道路依旧泡在水中,农家热景区一片蓝极,道路桥梁经过洪水冲刷已出现破损。 这个水漫过了吧,在里面湿的就是这样的,就是有这么高的。 以前有这么大的水吗? 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大,这是特别大。 一下子不一会儿就全部水下来了,搬都搬不及啊。 村民陈良林在双农村经营着一家石杂店,水还没有完全退去。 他和附近村民就已在家中清理淤泥,开始在后自救。 很大,一下子从那边,学校那边水出来,那边又进来。 可能一个多小时就长这么高起来了。 这上面这里还有印子啊,这上面有印子。 反正这条街就省事严重。 随后,记者继续驱车前往永泰县唐前乡次里村。 沿途满目穿移,路上满是泥浆垃圾,部分路面大面积坍塌。 道路两侧随处可见受损的房屋,侧方的汽车,以及被连根拔起的树木。 河道两旁的居民小区受灾严重。 围墙倒塌,桥面堆积着大量垃圾和树木。 整个桥冲掉? 冲掉了,全部都没有了,全部都没有了,电、水、手机、信号都没有了。 洪灾发生后,各路救援力量已经相继开展救援。 当地村民也正积极开展生产自救,以期早日恢复正常生活。 冲掉了,全部都没有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